第1號 詳細綜藝群 有三個樂章 快慢快 布蘭姆斯是德國人 在漢堡出生 但是他在澳國的維也納去世 他的大部分的音樂生涯都在維也納度過 然後他在音樂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崇高 所以我們常常把他跟巴哈還有貝多芬 一起叫做維也納3B 他們都是B開頭 所以可以想見他在音樂史上的重要性 這首曲子還有一個別名叫做雨之歌 這是因為第3月章的主旋律是 布蘭姆斯用他自己寫的一首藝術歌曲 曲名就叫雨之歌 用這個旋律去做的 那為什麼 也許可以推測 因為布蘭姆斯跟舒曼的遺孫 柯拉拉舒曼之間在音樂史上有一段 大家完全就是很神秘的感情 那這個雨之歌是柯拉拉舒曼最喜歡的一首曲子 那在克拉拉死掉的那一年是1896年 然後在追調音樂會上還是有演奏這首曲子 布蘭姆斯自己擔任鋼琴的部分 據說他非常非常悲痛沒有辦法彈壞 所以我們現在就欣賞這首三個樂章 三個樂章的布蘭姆斯的第一號 小禮請奏一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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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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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